现在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两天急剪掉了什么啊 也是蛮多的 我几乎是每 只要我一有空 我就开始翻家里的东西 然后呢有任何我不用 或者我不会经常用的东西呢 我都会想办法把它急剪掉 这还蛮急剪掉了 还急剪掉了几样大的东西 然后呢就是大概给大家照一下啊 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我的一个麦克风 这是那时候唱课 唱全民K歌的时候嘛 然后呢它这个是可以和电话连在一起的 然后进入到电话里面的那个麦 但是买了之后呢 发现这个还真的不如那个 就像像我们那个iPhone手机上那种 那种说话那个小的话筒 那个可能更好用啊 这个反而大的声音很阔 不是很好用 而我买了之后 那时候买大概70多奥币买回来的 然后也没有一直没有用 就放在这里 所以呢我放 就是你就是这样的 故意买回来 然后又不舍得扔 也不舍不舍得处理 然后就一直放放放 放到也不知道放到什么时候 所以呢我决定把它处理掉 可能会可能会拿去卖掉 也可能就直接就捐掉 这样算了 这其中一个 然后呢在我家的床上 然后我就有放各种各样的枕头嘛 其实这两个枕 这两个枕头呢 就是一个是长方形的 然后呢一个就是那时候去 看我可以骂的时候 忽然间就兴血来潮 哇这个感觉好有治愈能力啊 然后就买了 买之后呢也是 就是你躺在上面 甚至都会刮你的脸 就是就是会刮到皮肤这样的 虽然是就是你看到了 就就很有治愈 然后我就买了 但是其实真的也是用不到 所以姐姐呢 决定把这两个也处理掉 也可能是捐掉 也可能就是和我以前 之前的那些cushion 我有一些cushion是放在下面储备的 在我特殊情况拿出来用的 我可能就会和那些cushion放在一起 要不然也是直接就处理掉 然后呢就是这个架子 这个架子呢是我女儿 从她房间里边又急剪掉的一样东西啊 我都不知道她的东西都塞哪了 然后就是当初她跟我要的柜子 她说妈妈我想要一个柜子在房间里面 可是呢她现在说妈妈我不要了 我要拿出来 好吧 那现在这个东西就空在这里了 我可能就是打算放到我妈 就是给我妈妈 我妈妈一门家里东西很多 她需要架子 所以这个可能会遇到我妈妈家 这是其中的一个 我现在放在客厅里面 也是非常 就是没有完全用不到它 你知道吗 就是也是暂时放在这里 而这里呢又是堆满了一些 我要扔掉处理要的东西 我之前说过 我那边两个红色沙发 要处理掉之后呢 这里有个就是那个地毯 那个黑色的地毯 我已经把它绑起来了 就是打算处理掉了啊 然后呢这一包是什么呢 这一包是我在 就是我刚才跑到我女儿的衣柜里边嘛 就是我的有一些 比方说沙滩毛巾啊 还有一些普通毛巾啊 还有些什么多余的被套 我都放在她的衣柜里 她衣柜很大 就是那种入壁式衣柜 然后呢我觉得 她把柜子清出来了 她把这个架子清出来 应该需要更多的地方 然后就到衣柜里边翻找 就翻找了好多 就是那个 就是那种beach tower 就是那种沙滩毛巾啊 沙滩的那种 在沙滩上用的 还有洗澡用的那种毛巾 很多很多 我们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买各种各样的颜色呀 但是这就是看到了吗 就是买的多 但是不适合 然后就要处理 现在呢 虽然我买清理衣服 但是这包是我女儿的 但是我要跟我女儿说 现在买衣服呢 也是要想过再想过 然后再去买了 不要随便 太过于随便去购买 好 然后呢 这边呢 是一个篮子 也是那时候 就是 我女儿买回来干嘛用的 她好像当时是买回来 也是放什么东西的 后来就也是用不到了 用不到之后呢 OK 这个也要处理掉了 然后这边呢 有两个 这个书 其实这个我蛮不想扔掉的 因为这个花纹吧 是我自己DIY做的 就是我自己拿一种 去买这种漂亮的纸 然后包在这个白色的这个盒上 还很新 但是因为我现在 柜子里边的东西呢 我用的是 就是那种硬塑料板的 那种很结实的 那种白色透明的 在里边装的文件 而且 就是 而且 我这两个完全是空出来 是用不到的 所以暂时放在这里 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好 可能会处理掉 因为 虽然很漂亮 但是你没有东西装 你没有东西装 放在这也是浪 也是 怎么说呢 也是很占地方的 所以这个 放在这个边边上 可能也就是 也就直接就捐掉了 或者是哪位朋友要的话呢 我就给他了好了 这两样东西 然后 就是我之前说的 那个桌子和凳子 现在已经移到屋外边了 准备呢 和大垃圾一起扔掉 这一样东西装处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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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